这个世界总有一堆不满 我没法理解那些十年如一日的好人 满口都是色极是空 那种无欲无求的表情 看着就恶心 我想抽起板凳拍他的脸 拍到他反抗为止 试图理解我这种疯子的人 他们时常高估自己的能力 试图从文字上绘画上一切事物上 找到蛛丝马迹 直高气扬的评判我 像一只吸血的蚊子 在我耳边嗡嗡作响 吸取我的血液 这种人都成为朋友 现代社会交朋友 不过是为了扩大自己生存的路径 而不是为了互相帮助 试图与盼望他们理解我 我更愿意得到女人们的肉体 至于男人们 他们应该请我吃顿大餐 好让我省点微薄的钱财 买上几个油画框 如今我在追求的是一种极其不明确的东西 未知的像死亡这种无人知晓的东西 让情敌感到害怕 让爱人感到后悔 让一切世间的词语感到匮乏 我想成为一个鬼魂 而不是一个英雄 为此 我可以去解释那些别人失败丢弃的画作 重新刷一层颜料 那是多么好的画框与画布 这些都是我舍不得买的 我想用生命才对得起这些物质 而那些蠢货 只会标上让人看起来敬畏的价格 矿上已知不配的外矿 那华丽的外矿看起来如此滑稽 真是一帮前赴后继的蠢货 我想我对他们的评价是真实有效不可辩驳的 对于我的展馆 他说他能够忍受 忍受 多么讽刺的话语 这就如同进入茅坑闻到屎臭味 但是为了一时之快 也得忍受 滚蛋去 我这里从不需要你的忍受 他们常常嘲笑我的展馆是捡来的 桌子是捡来的 凳子是捡来的 甚至是那些花花草草 确实是这样的 我经常出去捡那些人们丢弃的东西 只要认真加工一遍 这些垃圾就会变成有趣的玩意 有人总劝告我应该画什么 不应该画什么 放心吧 我从来没打算把画卖给他们 他们永远不会真心跟你做朋友 这个我是知道的 我也不会愚蠢到有这个打算 他们不会买我的画 这点我非常清楚 不管是亲人爱人 情人朋友 甚至是那些自称是崇拜者的家伙 都不会买我的画 我也不屑于卖给他们 他们情愿收藏那些两年后丢到垃圾桶旁边的绘画 他们情愿收藏那些拥有高档外矿的画作 他们情愿相信那些协会的名头 他们情愿相信诸多狗屎般的获奖头衔 这点我非常清楚 如果让这帮王八蛋买我的画 我会比死亡更痛苦 放过我吧 如果面对生存 我情愿去请求那些没看过我画作的人 让他们尽量羞辱我的人格 我可以尽量扮演搞笑的小丑 面对自己的灵魂 这表面的人格又算得了什么 人情愿拼尽一生 为自己那愚蠢的基因做足传播下去的条件 假装多愁善感 假装善良有爱 只要地球另一边炸死一只蚂蚁 也会哭泣好几天 以此表示他们人性光辉 却不愿帮助一个倾尽一生的执念者 我不愿得到这种人的怜悯 后悔才是他们的常态 后悔当初眼睛长在屁眼里 才是他们的口头禅 说丧气话只会让他们更加为自己的愚蠢 而找到借口 如今的愤怒 就像挂在床上的破蚊帐 明知道阻挡不了蚊子进来叮咬 但最起码不能轻易让他逃出去 等我醒来 就能拍死他们 我喜欢看到双手染满鲜血 因为那是我的血液 Happy Lack